传说中,道教、魔道、妖界、佛门和仙道各自都有一位尊为祖的强者,他们不仅在各自的领域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,还掌握着超凡的力量,这些祖们的传说充满了神秘和传奇色彩,令人对他们的真实身份和实力充满好奇。 然而五大祖师之间的较量究竟是怎样的?他们之中谁才是真正的强者?面对这场跨越时间与空间的较量,谁又能脱颖而出,成为传说中最强的存在?大家好,欢迎订阅真正历史。 中国古代神仙体系十分庞大,大体上有上古神话体系,道教神仙体系和佛教神仙体系,而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神话,其实也就是融合了这三种神仙体系而形成的。 当初,人类还很弱小,所以对自然界的各种现象有着强烈的好奇和敬畏之心,他们对这些神秘的事物有着规律的想象, 既而有了各种各样且不断丰富的神仙体系及神话故事,我们知道混沌之初是沉睡了万年的巨人盘古撑起了天地,我们也知道水神贡宫怒处不周山导致天边出现了个大窟窿,大地泛滥着洪水,是创始女神女娲用五彩石补天,解救了万民。 到后来,中国古代的神仙们逐渐出现在了一部部文学作品中,最具代表性的《当属西游记》和《风神演义》,正是因为各路神仙及相关事迹传说的存在, 后人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才会有源源不断的素材和时常涌现的灵感。 在这些玄幻、神魔小说中,神、鬼、妖、魔总是贯穿全书的元素,那么在这些神话传说中,妖祖、佛祖、魔祖、道祖都是谁呢? 他们之中最厉害的人是谁呢?风神演义,开篇,商咒王在女娲庙见女娲娘娘清成容颜,便写下隐士。 亵渎神灵,女娲看后大怒,痛斥抵心无道,之后便用招妖帆招来轩缘焚三妖,令其脱身招个公愿,迷惑咒王。 招妖帆,女娲娘娘的至宝,也是妖族之主的象征,可照命天下妖族,说到这便很清楚了,我们的创世女神女娲便是妖族,在我们的印象中,女娲娘娘慈悲为怀, 练五彩石救济苍生,团土造人又创下婚姻制度,令人类可以世代繁衍,怎么样都不该与妖子沾边。 但是要记住一点,女娲并非完全是人的模样,《山海经》中记载,女娲是人灭蛇身的,她每日可创造七十样东西。 尽管已经修炼为女神,但女娲毕竟是由蛇身修炼的,因此从本质上来说,她仍然是妖,此外,妖族悟性很低,发展能力差。 而在妖族的世界是弱肉强食的,女娲有无上的法力,经常帮助妖族炼化法器,加之人手蛇身的形象和法器招妖藩,自然而然变成了掌管妖族的万妖之族了。 当然,女娲娘娘团土造人,练世补天,制定婚姻,创造生皇的功绩是不会被磨灭的,人们并不会因为她扮人扮蛇的身份而有什么偏见。 相反的,人类十分尊崇这位女神,甚至在某些地区,人们把女娲作为祖先来崇拜,还把蛇作为自身民族的图腾,以彰显对女娲娘娘的崇敬之情。 说起如来佛祖,常指的就是释迦牟尼,释迦牟尼是佛教的创始人,他本是古印度皮罗魏国的王子,后感于人世间的圣,老病,死等诸多苦恼,出家修行,三十五年那年,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,最终修成正果。 然而,佛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,把佛祖等同于释迦牟尼并不太准确,那么佛祖是谁呢? 这么说吧,西天灵山上所有的佛陀皆以燃灯佛祖为尊,燃灯佛祖号称燃灯上古佛,说起来,燃灯古佛与我国古代神话人物燃灯道人还有渊源,风神演义中的燃灯道人是原始天尊的徒弟, 距离灵旧山原觉洞,也是产教的副教主,燃灯道人虽属道教,但燃灯古佛是他的原形,佛教有三世佛之说,分别为过去佛,现实佛与未来佛,现实佛是最为大众熟知的释迦牟尼,未来佛是弥勒佛,而过去佛就是燃灯古佛,燃灯古佛在佛教中的历史悠久,自立最老,地位极其尊贵,据记载,释迦牟尼前世曾花重金买了一株五经莲, 用来供奉燃灯古佛,因此燃灯古佛十分欢喜,还授济于他,燃灯古佛是燃灯道人的原形,在燃灯道人的身上,我们可以窥见燃灯古佛的身影,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,两者并不是一个人,燃灯古佛是佛祖,释迦牟尼佛也是佛祖,区别在于一个为过去佛,而另一个为现实佛,按理来说,两者地位相等,但就实践。 年龄,资历而言,燃灯古佛是当之无愧的万佛之祖,佛代表着光明与正义,那么他的对立面膜自然代表着黑暗与邪恶,佛祖与魔祖对立,相应的,魔祖也应产生于印度,这个魔祖,也就是古印度神话中的恶魔罗吼, 由于以佛教为代表的印度文化传入我国的时间很早,因此我国的一些神话传说中也吸收了部分思想,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,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国一些洪荒流小说中出现魔祖罗侯的原因了,魔祖一听这名字就令人感到恐惧。 在古印度的传说中,罗侯是四个阿修罗之一,因偷喝不死甘露而成为了不死之身, 他的上半身化成了黑暗之星,下半身仍以龙尾的形态在天空中流窜,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彗星,因为是魔祖,罗侯周身充满着黑暗邪恶的气息,没有神仙愿意接触的。 所以一直以来,罗侯只能游荡在九中天之外, 不过,在我国古代并没有魔祖罗侯一说,在我国的神话中, 罗侯是九要星君之一,不但与魔祖无关,甚至还位列先班, 从中也可以看出不同民族之间文化的差异。 现代以来,魔祖罗侯逐渐出现的一些洪荒小说中, 而作者给予他的多事挑起战争,搅得人间不安宁的角色设定,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,道教有三位尊神, 即元氏天尊,灵宝天尊和道德天尊, 我们所说的道祖,实际上指的就是道德天尊, 这个名字也许不被大家熟知。 那我们换个说法,道祖其实就是太上老君, 说起太上老君,说起中国本土道教, 自然绕不开一个人,老子,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, 主张无为而至,西汉初期,黄老之学为统治者所信奉, 不但具有政治意义,更有一种宗教的意味, 在这过程中,老子的形象被逐渐神化, 更有甚者,张道陵始创道教, 唯,道德经注视,认为老子就是太上老君, 这一说法被后世继承,汉末之后, 太上老君的名字广为流传, 可以说,老子功不可没, 到了唐朝,统治者为彰显特殊的身份, 别说自己是老子黎尔的后人, 由此,老子的地位更加隆重了, 不过,太上老君一死, 虽从老子身上出现, 是否就可以认为太上老君等同于老子呢? 这显然不大准确, 在我国的道教信仰中, 太上老君是至高无上, 超脱生死的神灵, 他是一切无有有无之祖, 在此意义上, 太上老君即是道, 根据道教经典云集七千的说法, 太上老君和道也是没有分别的, 老君超越了时空和生死, 是超越人类认知的存在, 而道呢? 道也是不可称述的, 老君和道是一体的, 无法分割, 换句话说, 老君是超越有形与无形的神明, 他是万物之源道的自然体现, 老君教化世人, 故有众多化身, 而老子便是其化身之一, 我们可以认为老君是老子, 但老子却不能等同于老君, 老子里尔是道家学派的代表, 后世百姓之所以认为, 老子是太上老君与统治阶级上层, 不断赋予他神话色彩有很深的联系, 总体来看, 太上老君是神仙, 而老子是道家代表, 两人并无直接联系, 当然, 沿着历史的轨迹, 我们一般也认为, 老子就是太上老君在尘世的化身, 这并非关系混乱, 而是在历史发展变革的背景下, 不断交流融合的结果, 上面我们分别对妖祖, 魔祖, 佛祖和道祖做了赘述, 但是他们四个谁的实力最强呢? 其实严格说了, 他们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, 所以很难对他们的实力, 进一个盖棺定论的排名, 如果非要排一个名次的话, 笔者认为, 从中国的神话体系来说, 女娲是当之无愧的第一, 毕竟她是创世女神, 神通广大, 受万民崇拜, 所以能排在佛祖, 魔祖, 道祖之上, 你认为呢? 神话传说是每一个民族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, 表达了先民们对自然界的神秘现象的认知理解, 也体现出人类的智慧和不断探索的毅力, 在世界文化史上, 它永远闪耀着璀璨的光芒, 教育滋润着一代又一代人, 了解了四大始祖, 不由得引人好奇, 这四大始祖之中, 究竟谁的实力最强? 虽然他们四者出自不同神话体系, 但若是硬要论实力, 那么首位必然是道祖太上老君, 其次是妖祖女窝, 再者佛祖释迦牟尼, 最后是魔祖罗侯, 之所以这么排列, 是因为道祖先师为红军老祖, 红军老祖是天地万物至高无上的始祖, 他的地位无可撼动, 红军老祖传授弟子, 教化万物生灵, 当年女窝补天以及道祖下凡, 接受红军老祖所托, 而三清道人的封号, 也是由那时而来的, 女窝和道祖虽然处于同一时期, 但论实力, 道祖更胜一筹, 因为比起武器, 教化人心是最厉害的武器, 因此道祖列为第一是必然的, 其次将妖祖女窝和佛祖释迦牟尼相比, 女窝是创世女神, 她的能力自然在佛祖之上, 而佛祖和魔祖相比, 魔祖是不敌佛祖的, 况且在西游记之中, 罗侯曾与孙悟空大战, 最终失败而终, 而孙悟空又曾被佛祖压在五指山之下, 因此, 孰强孰弱, 一眼便知, 关于四大始祖的排名, 仁者见仁, 智者见智, 毕竟千百年间, 关于四祖说法不一, 他们的实力也各不相同, 难以比较, 因此, 究竟如何来排列, 更多的还是看个人了, 佛道妖魔四大派别, 对于我国思想, 文学等方面, 都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, 至今, 在我们生活中, 依然会多多少少受到他们的影响, 关于他们的始祖和实力, 观点因人而异, 其实究竟是谁不重要, 只要说法合理即合,